第十一题,十一到十三题是题主,纳美要为伙伴们挑选衣服的材质,店家提供了诱表的四种纤维,也类出其组成与特性,请回答十一到第十三题。 十一题是问,鲁夫喜欢穿天然纤维的衣服,请问纳美应该帮鲁夫挑选哪一些纤维,我们看到了钾是纤维素,这个是天然的,包含了麻跟棉,蛋白质也是天然的纤维,这个是包含了丝跟毛,而饼这个使用某种纤维溶解后抽成丝,这个是再生纤维,是人工的,而石油是原料的, 也是所谓的合成纤维,也是人工的,所以呢,属于天然纤维有甲跟乙,所以第十一题问我们说,请问纳美应该帮鲁夫选择哪些纤维,我们答案选的是A,甲乙。